在眾人歡呼和掌聲中 有史以來第二趟國際太空站的 私人旅行任務 在美國當地時間21號成功升空 這趟飛行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 別具歷史意義 今年34歲的巴納威 是沙烏地阿拉伯 專研癌症幹細胞的研究員 這一次退屏中選 成為沙烏第一位女性太空人 四位太空人抵達太空站後 將停留8天 巴納威也將在太空研究幹細胞 都在零重力環境下的作用 2017年王儲薩爾曼掌權後 親全力想洗白國家形象 不只開放讓女性單獨開車 女性勞動人口也比2016年 增加一倍以上 從17%上升到37% 如今又派出首位女性太空人 從陸地到天際線 即便還有漫漫長路 但已經是沙烏地阿拉伯 女權的一大突破 三粒新聞 時尚報導